- 嗨!大家今天過得好嗎?我是睡大 歡迎收看本期的雷神杯冠軍賽第二局 夥伴們可能會問說 那第一局哪去了? 我只能跟你說 - 打完了! 沒辦法 選手直接拋下主播們自己開打了一局 因此沒人知道第一局到底打得怎麼樣 只知道陳鼎先拿下一分 所以目前比數1比0 陳鼎領先一分 思路清晰先看BP 陳鼎選擇BAN掉蟻人、朗 魔卡則是BAN掉反浩克裝甲黑騎士 陳鼎第一選直接鎖下快銀 隨後魔卡拿出納摩鳳凰女 想不到吧 漫威水行俠登場囉 陳鼎接著鎖下殺魔、浩克 大概是因為蟻人被BAN了 所以難得可以看到浩克出場 這兩位英雄都能夠擔任輔助和邊線 夥伴們可以猜猜看 這一局會是由誰來擔任輔助位呢? 魔卡隨後掏出死士和雷神索爾 好神秘 到了這一選 雙方都還沒有人要搶奇異博士的意思 不過這一手其實還不錯 搶走死士和雷神索爾 這樣對手就沒有辦法組出前期強勢的對抗陣容 即使陳鼎決定要拿博士 魔卡這邊還能拿出S教授來應對 如果陳鼎選擇拿鋼鐵匣 魔卡還可以選擇百光花火、冰月花雪來搶節奏 什麼? 中路居然選用的是冰人? 打野紅坦克也還行啊 這樣至少陳鼎有沙魔、快銀、紅坦克三個開團角 前期能夠找到許多的機會來打開局面 但唯一的問題是冰人這一選 陳鼎的陣容開團非常強勢 但打點就只有快銀和冰人 冰人的傷害會被前排給擋住 沒有辦法提供有效的AOE爆發輸出 而且魔卡這邊是有選納魔的 陳鼎這邊如果拿冰月花雪 很有可能會被卡在外面進不了場 所以這一選我個人認為 奇異博士或者是鋼鐵匣都會好上許多 不然就白白浪費了這個強勢開團的能力 魔卡的最後一選決定是S教授 這真的是太狠了 首先S教授本身就很喜歡陳鼎的大男陣 可以說是大男越多他就越興奮 而且陳鼎的中丹是個機動性很差 瘦又短的冰人 這也是被S教授克得死死的 不得不說 魔卡刻意將中丹留到最後才出 真的是完美的一手 至此雙方的陣容已經決定 夥伴們比較看好哪一邊的陣容呢? 比賽開始 開局陳鼎選擇入侵野區 紅坦克正不斷用2技來純被動陳述 魔卡並沒有星級 索爾還幫S教授推了兵線 雙方打野制裁拼搏 最後是由紅坦克拿下藍棒 浩克將死士一頓摔 並且交了麻痺 死士殘遭三人夾擊送出異血 沙摩同樣被三人夾擊 但是一套連招加上重創 直接秒殺索爾 隨後沙摩也倒地 S教授交出瞬移逃命 這次輪到納摩被摔了 鳳凰女也交出瞬移 最後是由紅坦克放倒了納摩 至此陳鼎打出了一個夢幻開局 拿下藍buff 並且收下了三顆頭 其實紅方一度是有優勢的 因為S教授有先推中路線 拿到了升二級的優勢 兵人也因為兵線的關係沒有辦法參團 但很可惜時士的位置太差了 離隊友的距離太遙遠被三家放倒 再加上制裁拼輸了 因此紅坦克升到了二級 搭配沙摩的強勢一擊輸出 即使隊伍是4打5也完全沒有問題 快一發現鳳凰女走下路 因此決定和兵人換路 但這個換路的決定其實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角色上還是被克制 時間來到1分50秒 紅坦克想來中路蹲點 但鳳凰女早已等候多時 幸好紅坦克的反應也夠快 趕緊用二級逃離 快一開起大招想幫隊友拆火 兵人也趕來支援 大招雖然空了 但至少還有寒兵領域的效果 死士逼出了浩克的閃現 隨即馬上後撤 並沒有練戰 其實看到這裡就能夠看出 陳鼎的陣容問題出在哪裡 那就是中下的對線烈士 兵線一直都是被推爆的狀態 所以摩卡這邊的遊走 永遠都會領先陳鼎一步 時間來到3分半 雙方下路劍拔弩張 兵人再度空大 試試連消帶打 S教授開啟大招 可惜了 差一點就能夠命中浩克 這一波雙方都嘗試打開局面 但都以失敗告終 這是雙方的第一次黑豹戰 由藍方掀開 薩姆直接交大招趕入 紅坦克牽制了死士的進場 但此時索爾直接舞動著喵喵錘進場 並且用大招搶下了黑豹 死士一個蛇皮走位 騙出了浩克的大招 雖然索爾倒下了 但是他已經攻城身退 紅坦克開啟大招想幫浩克拆火 但慘遭摩卡三人包夾 浩克倒下 紅坦克也只能交出瞬移逃離 這波其實死士已經被卡在外面 無法爭奪黑豹 但沒想到 就這樣輕易的被索爾的大招給搶走了 這黑豹掉了 就意味著要開始進入摩卡的節奏了 時間來到6分鐘 快銀開啟大招想要抓S教授 大招確實開得漂亮 但被S教授巧妙地用金聲給完美化成 第一件裝備直上金聲 那是真的很 這麼一來 成定想要針對法師去做開團的這個戰術 也只能做罷了 時間來到7分半 摩卡率先發動吞金 三人集結推掉了中路外塔 下路外塔也被鳳凰女給單推掉 隨即轉往上路推塔 至此 南方的山路外塔全掉 失去了野區的視野控制權 成定這邊節奏大亂 鳳凰女輕而易舉就推到了下路二塔前 他是故意的 加爾摩卡就有開蘇爾特的機會 成定這邊也顧不了太多 轟坦克只得想用大招留下鳳凰女 鳳凰女僅靠神星飛翼就輕鬆逃脫 幻影似乎想當一回英雄 但想著想著還是決定回家睡覺好了 這個鳳凰女太狠了 連個紅八幅都不放過 成定這邊已經沒有人能够處理這個鳳凰女了 現在鳳凰女的存在強度完全不輸給那個上Benway的反浩克裝甲 摩卡四人集結吃黑豹 鳳凰女推下路兵線 推完後踩住野區的視野 沙摩用二技探場 但是那個牆壁並不會提供視野 鳳凰女還是成功蹲到了橫坦克 納摩的大招並沒有起到效果 浩克大招進場直接針對傷殘人士 但S教授是有驚聲的 沙摩開啟大招想切近戰場 但鳳凰女已經展開反攻 浩克直接被秒殺 沙摩一個回推 冰人持續輸出 彈斗只打在前排的身上 紅坦克也被喵喵錘放倒 快銀想當英雄 身為最快的男人彈怎麼好像經常趕不上 鳳凰女被打成雞蛋 這一波S教授已經沒有驚聲 從輪椅上摔了下來 最後成功把彈擊碎 彈已經殺身成人了 冰人交了個瞬影想逃 但畢竟是兄弟 說好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這樣就沒有遺憾了 其實從這邊夥伴們就能夠看得出來 城底這邊的打點是真的很不夠力 整個團戰最有效的輸出是快銀的一技和普攻 冰人的輸出沒有辦法一隊多 所以城底雖然控制都做得很到位 但對手就是不會倒下 城底的成員此時都在防守蘇爾特 紅坦克出來討生活 納摩表示 你也不打聽一下這裡是誰的地盤 像個吃汗一樣拼命的貼在紅坦克的身旁 但紅坦克的位移技交完之後 直接用大招把紅坦克給關住 紅坦克到了 城底少了紅坦克 摩卡想要乘勝追擊 全員集結往中路施壓 就在這個時候 沙摩站了出來 大招加瞬移 直接擊飛四人 隨後退場 此時快銀也想當英雄 開啟大招發起第二次進攻 S教授被迫開啟金身至寶 快銀閃線拉開距離 這個時候紅坦克復活衝了出來 目標鎖定傷殘人士 最後來個漂亮的甩尾過彎 成功抵達終點 浩克大招進場成功的摔到了死士 快銀開啟大招從側翼切入 S教授再度從輪椅上摔了下來 索爾陷入了左右為難的膠著 最後一跃而起想用自身的性命換取隊友的安然撤退 但是 摩卡並沒有要撤退的意思 索爾表示 我靠 浩克直接把納摩抓起來摔 但鳳凰女來了 這爆炸的輸出 沙摩和浩克都扛不住 兩人相繼倒下 摩卡這鳳凰女 對於目前這個局面來說 成敵是真的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這座中路高地塔 終於是被摩卡給推掉了 時間來到12分鐘 鳳凰女一人卡著野區的位置 不讓成敵有機會接近蘇爾特 想不到吧 一個鳳凰女就可以卡住5個人的進場 接著摩卡把黑豹也拿了 準備來做最終大決戰 此時沙摩有點心急了 想用大招來守住這個高地塔 但是一現身就被納摩給拉了回去 最後只能交出瞬移逃脫 沒了這個瞬移 那就少了大招加瞬移的開屯方式了 快銀為了幫忙拆火 一也是把大招給交了 浩克選擇摔鳳凰女 但鳳凰女根本不痛不癢 索爾直接大招加瞬移 斷了城底的撤退路線 S教授的大招也開了恰到好處 浩克摔完鳳凰女後就被鳳凰女纏住到死 同坦克的最後一無 交閃先退場 快銀發起進攻 但是大招還沒轉好 摩卡全體成員轉往對主堡輸出 此時城底再也挺不住 我們恭喜摩卡拿下此局 比數來到1比1 戰成平手 這一局是真的精彩 積極 我們做個簡單的復判 城底的陣容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這鳳凰女基本處理不了 從前期的對線就看得出來 城底就算是中路和下路換線 鳳凰女過得還是一樣舒適 不僅壓不了鳳凰女的發育 而且整局都拿不到線拳 拿不到線拳 城底這樣的陣容 就帶不了前期的節奏 而摩卡的陣容 越後期會越無解 後期的鳳凰女幾乎是無敵的存在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中丹無法進行有效的輸出 冰人的1級會被英雄擋住 所以即使城底的開團控制都有做到 但中丹給予不了團戰需要的高爆法 這是比較可惜的 如果這局是奇異博士或鋼鐵俠的話 那麼快銀的進場 就很有機會可以連續收頭 整局看下來真的覺得城底很可惜 打比賽最怕的就是開局先輸在BP上 唯有BP先做好 才能有贏下比賽的機會 那本期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喉嚨都快啞了 給個戰戰不為過吧 我是瑞大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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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